红雀鱼会把自己的后代含在嘴里孵化 躲避其他鱼类的猎食 它不用整天看守潮雪 它的嘴巴就是育儿带 能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除非自己被吃掉 而小丑鱼的护载方法却完全不同 它们非常聪明懂得利用海葵 会把鱼卵铲在海葵处手下 利用海葵的毒性来保护自己的后代 同时还会一刻不离地保护它们 时不时用自己的鱼器 安抚着自己的孩子 遇到入侵者也会及时地驱离 你看这群黑色的家伙早就眼缠它的鱼卵 父亲会勇猛地冲上去搏斗 而母亲会一直待在孩子身边 甚至用身体阻挡入侵者 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下 直到他们渐渐长大成鱼 而触发鱼会将自己的卵藏在沙地里 这意味着它必须随时保持警惕 你看这群海胆浩浩荡荡地靠近它的巢穴 这种情况十分危机 但作为母亲就算海胆浑身是刺 也毫不犹豫地用嘴咬了上去 还吹出一口水想把入侵者吹走 直到海胆露出内脏 却引来了更多的沙丁鱼 只好继续不停地驱赶 直到警报解除 雀雕会把卵铲在珊瑚上 鱼卵排在珊瑚上密密麻麻 这时却引来了一群入侵者 他们太弱了 还不会保护自己的孩子 铲完卵就离开了 而这是另一条同类竟来到这里 开始啃食同类的后代 弱肉强食也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安康瑜会选择群聚来保护后代 他会把鱼卵铲在巢穴里 他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寄居蟹 他专门以鱼卵为食 看到危险来临 他立即紧张起来 会主动出击 并且会直接把入侵者 拱出自己的领地 直到拱到安全底界 危险解除为止 护载是全世界生物的共同属性 母爱如海 父爱如山 我们明天接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